好了, 我有一次跟禎哥聊天 我真是很有印象 傅星, 一代巨星 但是你為什麼會跟傅星熟 而且傅星死了之後, 他會跟著你呢? 這個故事, 我真的很想你分享給大家 其實那時候因為我拍《花心大笑》 拍了幾個月 是 那時候我跟阿Nic, 和汪羽 都已經過了身 傅星一定是好朋友 天天一起玩, 天天一起拍電影 他撞車出事之前 我們還開了第二部新電影 已經拍了七天 那天也是開工的 誰知道他們就出事了 結果就離開了 但是當時我又認識一個 也在TVB做過的一個AA 他跟一個師傅 就是一個福建女人 他又很特別 一般你看到他請神上身 或者是甚麼 女人就請觀音, 請甚麼都有 他居然請關帝 他請關帝? 是呀, 很有趣 我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上身時 就不會很特別 不會… 他會用一支香 然後就唱一首福建的歌 福建歌 就上了 就會回答你的問題 我有時也會去見他 那次因為那部電影拍了七天 主角離開了 我又問他會怎樣 是 然後聊了幾句之後 就… 一會兒他就… 沒事了, 你走吧 但是我那個朋友就跟我一起走 他說 師傅跟我說 他扶聲跟著你 還要滿臉鮮血 我說… 我說, 為甚麼他會跟著我 他跟我那麼好朋友 他只會… 或者有些心軟未了 就跟我說而已 最多都是 這樣就不會害我 是 我又不害怕 但是… 但是你當時會不會心說 就是我的朋友死了 但是原來有人告訴我 我的朋友是跟著我 是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去幫他呢 就是他一定跟著你 是想…想你幫他 還是… 不是, 我首先是… 分析是否真的 但是後來我覺得不是真的 你覺得不是真的 因為他不是滿臉 因為我…他臨… 就是走… 是大家進去醫院 見他最後一面的 是因為已經沒有意識了 但是一條絲 真的進去那個… 一個房間裡 大家看見他 但是撞車是積牆的 不是 他是被電池硬爆了 內臟 是… 他… 清潔了 是乾淨 我看到有時候 整個人雖然已經青色了 但是是乾淨淨淨 沒有一樣那麼英俊 他怎麼會滿臉鮮血呢 但是這個阿菇 後期跟你做了甚麼 我經常覺得朋友… 如果有一天我會有一個朋友 我會說我能夠幫他做甚麼 即是信也好不信也好 我幫他做甚麼 但他呢… 我沒有做到甚麼的結果 在這件事上面我沒有做到甚麼 太多事情 反而我又有另一個朋友 是… 又在TVB做過 是… 那時他住在西貢 就跟他的男朋友一起住 他跟我說他… 晚上無故突然有一個很冷的手 摸他的腳 他醒了 然後又… 又沒事 睡著了又有手摸他的腳 每天晚上都有 因為他很害怕 那我就說你試試 我帶你截那個… 阿菇… 阿菇就說… 結果當時去了邵氏的後山 就擺了一個陣子 不知不知為何用紙幅 在一個後山擺了一個陣子 是的 就叫他男朋友沖過那個陣子 然後找一把菜刀 斬斷幾條蔥 就幫他解了 那真的… 他之後就沒有那隻冷的手摸他了 是… 這麼神奇嗎? 是,又真的沒有 所以我覺得有些東西你可以相信 有些東西不用相信 是 我反而覺得奇怪 那條蔥是寓意什麼呢? 一個… 斬斷 是,一些葉債的那類東西 斬斷葉債 你以後就沒事了 就是說你這個朋友 跟這個…去摸他的那隻 即是冷的手是有一個葉債的 可能… 所以要斬斷它 會有一個拎 就變成轉子之間 這個我第一次聽,挺有趣 對 斬個蔥 斬個陣子,跑個遊戲節目 不是,我第二次聽 就是蔥 另外還有一個師傅,李居明 他教你如果生孩子 你想生孩子… 口含著幾條蔥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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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怎樣? 對 就生孩子的,我真的不是開玩笑 等一下,這是女士這樣做 還是男士,兩邊都要這樣做 兩邊都要含著蔥 真的嗎? 對 是不是必生孩子? 是,必生孩子 你記住了 已經寫下了… 那你就含著蔥坐上去吧 對吧? 不是,一樣而已 不是,叫你坐搖搖板 坐搖搖板 好 所以人生真的很有趣 我聽到… 你會不會寫到你的劇本上? 我覺得不夠恐怖 是嗎? 是 你聽到一些更恐怖的? 那你一定是… 你拍戲一定是拍得更恐怖 譬如我拍過那部朱欣做的 《問米》那部也挺恐怖 行了 朱欣問米原來是禎哥收到風回來的 裡面是很恐怖的劇情 是否想聽? 想聽就不要走開了 這裡這麼好看,收視這麼高 沒理由轉到別處 稍後見